中书生负责决策 指定策略和方向 门下省负责审议 对中书省的决议有审查权 通过可以下巴执行 否则可以驳回重新审议 上书省负责执行 开展具体的工作 立部的具体职能主要是什么 一 立部立部主要是负责管理全国公立的任免升迁 以及调动等事务 其中还有下属部门 也是分工明确又相互方便相互合作 例如 蒙雪清立司负责文职官员的品级 与其宣布声调之事 以及阅训之政令 雁峰司负责文职官员之风诀 即宝藏 土官 少数民族聚职地区的本地官 市职职任用立员等事 继续司负责文职官员的宣级 名级 首制 中养等事 以及考公司负责文职官员的处分 及议事 及官员的绩效考核 二 户部户部主要负责掌管全国土地 附水 户籍 军师 俸禄 良想 财政收支 是整个国家的财经掌控部门 国家的财政大总管 三 地部里部主要负责全国学校事务 即科技考试 几番数和外国之往来试 具体部门有一致 清律司 瓷记清律司 诸科清律司 精善清律司 针对不同人和不同场合 也有功能区分 一致清律司 长朝廷朱立仪式 清宗式封赠 共职 学校等事 此即清律司 负责祭祀 三藏 仪式性 第一要占占 不得 主科清律司 则是负责兵力 集结带外兵的事物 四 兵部兵部主要负责 选入五官级兵级 军系 军令德 其中是有私容 私车 私律 私库部门 这些部门的分工也十分具体 管理车马的主要由私民负责 私容顾名私益 就是管理兵器 军系之类 五 刑部刑部主要负责执掌法律 刑育 与最高法院性质的大理事定律 六 工部工部主要负责营造工程 包括皇室 官衙等营造 修缮 还包括制造 收拔和管理各种官用戏物 三省六部制是为了便于皇帝的中央集权所制定 并不是在唐朝突然建立的 而是在长期的皇权维护和中央集权的基础上 逐渐建立和日益完善 是皇权和湘权的博弈 从历史上看 湘权的权力被不断分割 削弱 管理职能更加明确和具体 这种机制的优势 就是能够在前皇帝的直接控制 巩固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地位 三省六部制在唐朝以后继续不断演变 到宋朝仍然秉承前朝堂制 但三省六部的主要职权 却易转移到其他机构 三省六部有明无师也有权无实 辽大建设的官职秉承宋制 而今 元 明只设一省六部 今仅仅仅有上书省 元 明仅仅有中书省 明朝在1380年取消中书省 把中书省的权力归六部管辖 自此六部取代了三省六部之志 元坦文化学者 历史作家主要作品 龙峰传奇 南北乱世之 三国霸业 高城传 勤探探令 应征满17年 中国古代古国民宗系列 博物馆青铜器名称汉字解读系列 汉字字形式义 青铜名文里的西周史 建国霸业 梦回春秋德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守 stroke поех乐 tod穴 欣柱 好 室优 球